前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在日前遭周刊爆料 跟已婚随护爆发了不伦恋 而随护的原配原定今天上午 在国民党立委王洪威的陪同之下 要举行记者会却是临时喊咖 王洪威透露说 取消的原因是原配遭到施压 但是古拉斯也透过脸书发文澄清 并没有透过任何的管道施压要求撤告 反而批评说这些霸凌者真的是够了 而王洪威也再度反击 去年竞选花莲宪长期间 古拉斯身旁常有这位高大的理性随护 跟着近身保护 但两人却被周刊踢爆不伦恋 因为南方早有家事 周新元配高上法院 周二上午还一度要和国民党立委开记者会 却临时喊咖 原本他的诉求就是 希望古拉斯能够跟他道歉 能够赔偿 他只接受到很多来自 包含他的家庭 包含他的先生 还有包含他的族人 给他陆陆续续传出的一些话 希望古拉斯不要再 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对他放话 来对他施压 记者会喊咖哩理由 王洪威透露原配遭到施压 不过古拉斯不满 脸书反击 开头直向王洪威是霸凌者 接着澄清从未施压要求撤告 霸凌者你们够了 解释许多对话是出于关心 安抚恐惧 考量不愿摧毁 警戒明日之心 又逢县长选举 只能透过对话 协助李先生度过情绪 最后喊话原配说 同情你们被政治利用 但这场误会非我而起 真相即将被理清 他确实认为在整个的 他们的对话里面 他认为他们确实是有发生关系 公开诉状 王洪威在回击 一副圣母风的高姿态 原配怕你 我可不怕你 批评用政治转移焦点 帮原配发声是霸凌吗 原先看似冷却的婚外情话题 随着当事人又有动作 重启波澜 这就是传统这台报道